首先歡迎大家來到這個直播節目 那這次受了六角學院邀請 因為之前我去了解一下大家比較多是前端 然後老師本身雖然是後端 但為了這次活動特別用了我畢生的經歷 做出一個還可以看的版面來做介紹 那我就先開始了 那這次是Dark的一個直播活動 那我叫Sam 然後我就往下繼續走下去了 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之前有在線上一些平台開了算不少的課程 有在Udemy上面開,有在HowHow上面開 之後有計劃在HighSkill另外一個平台上面開雲端的相關服務 那關於這次的主題Dark的話 剛剛有人有問到公司是不是有很多會用到Dark 其實是越來越多 Dark如果我們更廣辦上來講的話 它是一個容器化技術 如果大家最近有聽到類似什麼KBiS Kubernetes 那一些就是Dark延伸出去的進階技術 那現在越來越多的公司來採用這一個 那為什麼要用它 我們等一下就會一步步把幫大家帶到 那後來跟不所關的是雲端的經驗 那老師在AW這塊比較深入一點 有考取幾個證照 其中這個professional是比較難一點的 大概花了半年 這有點痛苦 不過過去就好 那這是我的介紹 然後這邊我有幾個連結可以跟大家分享 不好意思老師 那個打擾一下 那個有同學反應你的聲音有點小聲 那我看一下 我現在是用耳機 我詢問一下各位同學 目前老師的聲音 從1到5 1是最小聲 50最大聲 你們大概平均聽起來大概是多少呢 3嗎 3跟4 那你覺得這樣聲音剛剛好的話 幫我按一下加1 好 那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問題了 那這樣老師沒有事了 好 那我繼續 然後感謝你 這邊有一個 比較 跟AW證照相關的 那我考 老師這邊考取的就是 第2、3階的 這兩個 加上professional 然後我們去往下看 這邊有幾個連結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我這邊有個YouTuber 平常有在上面做一些免費開放的影片 然後也有一個粉絲專頁 那折扣碼就是剛剛有分享給大家的那一個 那這隻折扣碼大家可以看 如果等一下介紹完大家有興趣 可以去使用 不過 不過它這種規範它是3天內 會失效 所以大家可能 要記住這個時間就是了 那現在大家帶大家快速看一下我老師平常在幹嘛 希望不要沾太多時間 這是老師的YouTube頻道的夜面 那我主要專攻就是雲端AWS跟Dark 那Dark 我們等一下還會介紹 它是可以運用到很多地方 比如說我們去架一個Jenkins 或者呢我們去把我們的前端專案 從一包十幾局的壓縮到一局 或者是簡化我們前端專案的部署 都是一個方式 那老師在教學上面比較有特別的地方是 我是還蠻喜歡用一個簡單的圖片 來告訴大家一些複雜的觀念 我是覺得這樣會比較有效率 舉個例來講 比較概念的話 像是這個 像是這種圖 類似我稱作為架構圖的東西 可以帶大家一個圖 然後看清整個觀念 那我們回到我們原本的圖片上 我稍微看一下直播 就有個什麼留言 那我繼續 那課程網址因為有給了 那這邊就直接往下走 我們就首先就直接進入到達克主題 那最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 到底什麼是達克 可能有很多人都還沒有接觸過 它就是一個陌生的名詞 那我們現在去透過一個簡單的一個小小的 部署的小故事 帶大家了解一下 用大一點 這個就是其實我平常在做影片的時候 就是用這個繪圖軟體來做 然後現在帶大家走一次 首先我們看到這裡我們就第一個問題就是到底什麼是達克 當然我們可以說它有個定義叫做達克 是一種容器化技術 但如果我自己第一次聽到這句話 我也不知道到底什麼是容器化技術 那為了要了解這個概念 我們要看一個小小的眼鏡歷史 首先我們有一個起源 我們這個host 大家理解成一個實體的主機 就是那種一台一台硬硬的冷冷的 上面的實體主機我們可以灌一些OS 作業系統 operating system 可能是Mac或者是Windows 或者是Linux 那我們程式開發者在開發的時候 不論是前端後端 我們會在作業系統上面去部署我們的應用程式 這邊用APP來代表 假設我現在有三個應用程式 我就在同一個OS上面布了三個 但如果有一天 突然這個某一台APP壞掉了 這裡用一個小小的惡魔代表 它可能是把OS所有的記憶體吃光了 或是CPU全部用掉了 連帶的也就是影響到它身邊另外兩個 這樣就造成這個application一個換 全部就換 那這是我們的問題 我們要來解決這個問題 首先在很久以前 我們的解決方式就是非常的突發煉港 我們怎麼解 我們就索性的直接買三台實體主機 然後很奢侈的 每一台上面放一個OS 也只放一個應用程式 那在這個狀況 假設我們其中一台壞掉了 那沒關係 其他人不受影響 其他兩個應用程式就繼續運作 在這個狀況下 我們的確解決了這個問題 但也很顯而易見的 這個資源的耗費是非常大的 直接多了兩台主機出來 那隨著時代的演進 我們進到下一個階段 所謂的VM模式 VM全名叫Virtual Machine 中文可以翻成是一個虛擬主機 在虛擬主機我們最底層一樣 會是一個實體的host 實體主機 實體主機上面灌一個作業系統 而最特別的是 作業系統上面會有一個叫做 Hypervisor的技術 Hypervisor這個技術 可以提供給我們虛擬化技術 那什麼是虛擬化技術 虛擬化技術可以讓我們去建一個 虛擬主機 我們可以去模擬一台 虛擬的主機在這邊 所以我可以在Hypervisor上面 去建三個 彼此分開獨立的虛擬主機 一、二、三 而每一個虛擬主機上面 VM 我們就可以去 管我們所謂想要的作業系統 而每個作業系統上面 我們在各放一個應用程式 那這樣 當我們其中一個應用程式如果壞掉了 那沒關係 這個就給它換 那我們其他的還是彼此獨立的運作者 我們對比一下我們的VM模式跟傳統主機模式 可以看出來我們的資源就減少了不少 透過這個Hypervisor讓我們達到這件事情 那再來我們再往時代再往前面眼睛一點 也就是我們這次的課程主題 容器模式 容器模式最底下一樣不便 就是會有一個實體主機host 上面我們灌一個作業系統 你要是Windows 要是Linux 要是MacOS 都可以 只要你在這個上面有灌一個Dark Engine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Dark Engine的環境 來建造所謂的容器 容器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 它是一個虛擬的獨立空間 一個容器會透過Dark Engine 去跟我們的作業系統 要硬體支援 比如說要記憶體 或者是要CPU 這邊再幫大家再重複一次 因為這邊概念比較型 但也是比較重要 我們在不管是什麼OS上面都沒關係 只要你在上面有灌一個Dark Engine 這個環境的話 我們就可以去創造一個叫做容器的東西 而容器是什麼 它就是一個虛擬的獨立空間 一個容器會透過Dark Engine 去跟我們的作業系統要一些硬體資源 像是記憶體或CPU 當我們容器要到資源之後 我們就可以在這個環境上面 去部署我們的應用程式 那一樣 假設我們其中一個壞掉了 它就壞它的 一個容器就壞一個容器 其他的一樣獨立運作 那我們再對比這幾個 我們一次對比起來 就可以看出他們資源耗費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來一次重整 從資源耗費的角度 我們來看一下這幾個方案 有什麼不一樣 首先第一個 我們看到傳統主機 紅色的部分就是我們所耗費的資源 為了要解決這個根本問題起源 我們製造了這麼多的資源耗費 三個硬體主機 三個OS 那我們看到我們的VM模式 它的資源耗費是中間的 在橘色這個部分 我們所耗費的資源是三個VM 以及三個OS 最後我們看到我們容器模式 它是其中資源耗費最低的 我們所耗費的資源 就只有這一個 透過軟體的方式去製造出來的 去模擬出來的 獨立虛擬空間 那最後我們回到我們最源頭的問題 到底什麼是DAC 我們說它是一個容器化技術 那到底什麼是容器化技術 容器化技術 就是一個可以讓我們更有效的 去跟OS 索取資源 使用資源的一項技術 這就要再幫大家重複一次 這是一個重要的概念 容器化技術是什麼 它是一個可以幫我們跟OS 更有效的運用資源的一項技術 也幫我們把我們的程式獨立起來 那因為這項根本的特點 我們會延伸出DAC的三大功用 不過老師先在這邊停一下 看大家在對這一個目前的 部署眼鏡石看有什麼問題 我看一下我 讓大家的留言 我這邊好像看不到大家的CHAT 欸 你看一下上面有一個更多 然後裡面有一個對話 有看到CHAT 那我看一下那一個 我看一下那一個我問問題的網站 是在動嗎?好 我現在貼一隻齁 在這邊 在這邊 這樣還蠻多的 好 等一下我跳一下好了 這三次順序是從上面還是下面往上 他們那個它是最新的在底下 最上面就是比較舊的 它是最新的會從下面跌 然後如果他們按讚的話就會跳到第一個 就是希望你可以優先回的 哦好那我先看按讚好了 想知道前端轉DEFOP需要什麼 聽說面對DEFOP很吃經驗的 你的概念 DEFOP沒有 DEFOP要的是你 幫公司做了什麼的經驗 改善了什麼流程的經驗 那DEFOP要什麼? 要很多東西 給大家分享一個圖 通用的 啊 如果我們應該在這邊 假設我們如果是後段人員或是 前段人員會在這邊 如果你想要往 對 啊 是太小了 啊怎麼放 沒辦法 沒辦法 如果你是一個前段後段人員 你想要往DEFOP走 第一步真的 雖然真的不是在賣東西 是真的要懂Duck怎麼做 Duck是個龍企劃技術 龍企劃技術裡面有很多個東西可以挑 但是Duck有壓倒性的 啊 市占率 所以 就是 先無腦選 學他就好 但你Duck學完了 就是一個 基礎打住了 再來要往前走 啊 Duck是一個東西 那你要規模化來管它的話 你就需要這些 雲專門的幫忙 你就會聽到一個叫做 Kubernetes的這種東西 看到這個圖就是 你未來Duck的下一步 幫你做規模化部署的東西 但DEFOP就像我講的還不只這樣 你可能還要看一下Jankins 這種東西 看到這個圖 來幫你把整個部署流程簡化 自動化 回答一下 所以這個問題還有很多 有點太廣 那我想總結的話就是 要學很多 那第一步 先從龍企劃技術開始 再來往部署這個方向去瞭解一下 那我再挑一個問題 然後我們就會往下跑 我看一下站最多 這個就講過了 這是剛剛上 第一段的內容 K8S剛剛也講過 我再總結的是 它就是一個 規模管理大規模 總計畫部署的一個工具 因為這個太多人用 也還蠻好用 所以 會紅到變成一個必要的技能 好 那我就先繼續 如果大家看有什麼問題 自己很有興趣 就先幫忙按讚 我第二輪回來看 就先回答那些 好 那我們繼續 那我們剛剛 透過這張圖了解了 DAC是什麼 它的特性就是 這個龍企劃特性 會延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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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大功用 首先第一大功用就是簡化部署流程 在我們沒有DAC的狀況下 我們一般是怎麼部署的 首先我們會拿到一個程式碼 可能是Java 可能是Java 可能是JavaScript 然後我們會有個環境 Java的話需要JVM 那如果你是React 你就需要NodeJS 環境安裝了之後 你要安裝指令 如果你是Node的 你是React的話 你可能就要想NPM install 或NPM start 但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會遇到不少問題 首先第一個 在安裝環境的時候 下載那個 假設你的NodeJS 你也要等個幾分鐘 安裝又要幾分鐘 那如果你換了一個環境 就全部重來一遍 那就是一個時間耗時的問題 另外如果是你在安裝指令的時候 可能像我們剛剛例子 少少的其實不會怎樣 但在正式的環境中 特別是公司規模再大一點的時候 那安裝指令是會要串起來的 A串B,B串C 這一輪串的指令 如果你自己要下 就是人工要下的話 錯一個 你就整個全部要從頭來過 這個整個部署流程 其實就可以透過 我們的DAC 去把它從概念上 直接包成一包 城市部署包 這個還不是一個專有名詞 在這個概念上幫大家先了解 DAC的功用 我們把這三個東西 全部包一包包一包 整一整整整整 最後會出來一個城市部署包 以後呢 我們要部署這整個城市以及環境 就一個指令就可以解決了 之後 待會我們看到一個指令 DAC run 就可以把所有東西一次解決 這是我們第一個主要的功用 簡化 部署流程 我們往這邊再延伸下去 我們第二個 DAC的功用 跨平台部署 在DAC的生態圈中 有一個叫做DAC Hub 的雲端環境 這邊快速開給大家看一下 把DAC Hub 搜尋 就會看到 這個 這個DAC Hub 環境 就是我說的一個雲端的平台 那我們有這個DAC Hub 的雲端空間 我們就能把我們做好的城市部署包放上去 一旦我們在DAC Hub 的雲端空間 有我們要用的城市部署包之後 我們就可以到不同的作業系統 進行部署 比如說我現在有一台Linux 作業系統 我就在上面安裝我的DAC Engine 有這個DAC Engine之後 我就能把我的城市部署包抓下來 抓下來之後 我可以起一個容器Container 剛剛提到的容器這個概念 一個獨立的虛擬空間 容器起起來之後 我就可以把我的城市部署包給放進去跑 當我把我的城市部署包放到容器裡面跑的時候 這就是我們完成部署這個意義的時候 就是我們說完成部署了 就是我們把城市部署包放到一個容器裡面 這樣就完成一個部署 我們退步來講就是說 我們已經在Linux 上面把我們的城市部署成功了 那同樣的概念 我們可以套到不同的作業系統 比如說我現在有個Mac OS 只要我在DAC 只要我在上面安裝一個DAC Engine的話 一樣我可以把這個城市部署包抓下來 起Container 把城市部署包放進去 啟動 那同樣的概念 我們再延伸到另外一個平台 Windows 也能做到 那我們這樣達到了什麼目的 我們發現 透過DAC 我們可以在各種不同的作業系統 進行部署 只要在DAC Engine以上的環境 我們所有的指令都一模一樣 它就讓我們達到一個跨平台部署的功用 一個更實際的案例是 假設我們在公司內開發了一個專案 然後我們明天要拿到某個銀行的客戶裡面去安裝 那個時候如果你沒有DAC 你可能就會去擔心 它到底是Windows環境還是Win Linux 那Linux它又是什麼樣的版本 如果你有DAC的話 你就不用擔心 你要跟對方洽談一下 你們可以裝DAC Engine嗎 如果可以裝 那你前一天就可以睡得安穩 因為你就確定 這環境一定會互動 那這個就是DAC的第二功用 再來我們往下看 第三功用 建立乾淨測試環境 我們上面有說過簡化部署流程 我們是用程式專案的角度來看 我們現在換個角度 我們把我們的程式碼替換成測試資料 然後我們把我們的環境替換成資料庫安裝 那資料庫安裝的安裝指令就是一個SQL語言 我們透過SQL這個語言把我們的測試資料 在裝進資料庫裡面 這樣的概念 我們一樣可以藉由DAC去把它包一包包一包 包成一包資料庫部署包 一旦我們有了程式部署包 以及資料庫部署包之後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功用 建立乾淨測試環境 來去測試我們每一個版本的開發 比如說 起一個全新測試環境 假設我們現在的程式部署包是版本E B1 我就直接起一個全新的程式資料庫部署包給它用 兩個放在一起 然後看是開發者自己測試或者是QA 一起幫忙測試 我們就經歷過測試流程 如果好了 沒事了 我們就把整個環境清空 那一樣 我們到下一個輪替 假設我們有第二個版本出來 我們一樣可以全部起一個全新的資料庫部署包 那版本上也一樣 可以這樣繼續下去 之所以要這樣做 是因為如果裡面有一個很方便 啟用一個全新資料庫環境的話 你會發現你的開發環境 一個月跌一個月 一年跌一年 最後裡面的章資料會非常的多 最後呢有時候你開發一個功能 還真的不知道到底是你沒寫好 還是這個資料有問題 所以我們透過Dark的第三項功用 建立乾淨測試環境 來幫助我們在每一次的新版本測試 以及部署都乾乾淨淨的 沒什麼問題 那以上就是我們對於Dark的三大溝通的介紹 簡化部署流程 跨平台部署 以及建立乾淨測試環境 那我們一樣到這個地方停一下 我們看一下大家的問題 好這邊 我先挑這個 4個讚 6月進公司被告知要先學Dark 前端Dark基礎要掌握到什麼程度 才能在工作上運用 第一個想到會是 這個不用講 Dark是什麼一定要知道 然後你要怎麼安裝這一定也要知道 Dark image跟container 我們剛剛說的程式部署包 就是一個image的概念 container就是我們剛剛說的獨立空間 這個也要知道 然後你要會寫Dark file 這個就比較深入了 就是要真的有興趣才學得下去的地方 這個會基本的重要語法 應該是前端還是要需要知道的 因為你會需要根據你的環境做調整 那這個就會需要 大概要記一下 這個就沒有那麼需要 Network就 你夠用的話你就不需要看到Network Volume 可能也不用 因為你就不用測試環境 你就 就是刻苦一點 也沒有那麼必養 但是第三功用就是建立乾淨測試環境 是一個很好用的東西 但如果說最小你要學到什麼 這個還不太有 Tark Compost也是一個工具類的東西 它會把我們三個東西跨在一起 你的container 你的網路 跟你的Volume 那這也是進階的 所以前端 看你們的公司專案有沒有複雜到 要用到網路 跟Volume 有的話 那可以來考慮看看 大概是這樣 所以大概你們最最基本 最基本要到的地方是 Dark File Dark Image Dark Connect 這三個要很熟 下一個 然後推薦 就是 這節我回答不出來 因為 我也沒有看書 我主要是看官方文件 老師這邊主要是看官方文件 但官方文件就是英文 然後他其實也沒有幫我們把 概念 從淺到深排好 一個碼 最後我再挑一個 三的 三個讚 CISD 這個 這個可能 就是 比較 跳脫今天的主題 對 CISD太多了 我也 沒辦法 最近課的時候我比較熟 這個先當作不回答 因為這個比較偏離今天的主題 對 這個有點偏離今天的主題 AW怎麼選 主要看 還是看線上課程 可以挑一個自己適合的 好 那我好像 比較沒有跟剛剛那個小潔 比較有關的問題 這個可以幫幫回答 前面這句話還蠻確定的 VM沒錯 VM就是去模擬一個虛擬主機 這句話沒錯 但後面這句 就 虛擬的不是要不這麼明確 直接 回覆一下 剛剛那個圖 Duck是什麼 Duck就是在OS上面 我們安裝一個Duck Engine 然後再往上蓋 概念就是這樣 好 那 好 大家有問題可以直接到Sidle上面 回應 這樣大家可以幫你點讚 那我就繼續往下 跑 好 所以我們剛剛回答的Duck是什麼 還有我們回答的Duck的三大功用 再來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Duck跟前端的關聯 是怎麼連接起來 其實最 五六年前吧 其實Duck還是跟後端比較有連結 近年起來 比較多的討論是在前端到Duck之間 是怎麼串起來 這邊有幾個我找到 有國外比較 我覺得比較好的一些 連結 我們不會看 我給大家看一下 這會長什麼樣子 抱歉 我快速看一下這幾個video 長什麼樣子 所以這個在講 為什麼每個Angular developer 要知道Duck 那這個就在講 為什麼 frontend的人 要去學 要去學習Duck跟Kubernetes 他主要強調的概念就是 我們可以 不受後端的人的影響 自己獨立的完成這件部署的事情 獨立性就高 就不用依賴別人 然後最後再看到另外兩個 這些是老師找到比較有代表性的 這個影片 我們是在講 Duck跟frontend的關係 這個影片我們是在講 Duck跟frontend的關係 大家可以看到那幾個影片都是比較新的 所以最近幾年 前端跟龍計畫這個技術的連結 越來越強烈 那我們繼續往下走 大家有空可以自己看一下 不過有 應該大部分是英文 可以爭取一下 好 那我們繼續 為什麼前端要學Duck 先幫大家整理幾個 比較重要的概念 首先呢 假設我們有一個伺服器在這邊 我們可能公司小就共用一個伺服器 去部署我們的前端專案 以及後端專案 這個 這個 看起來便秘的是後端工程師 他可能平常比較多在部署 那有可能前端就會請他去幫忙 因為他對這個整個的伺服器環境比較熟 就請你幫忙幫我部署一下 但如果哪天 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想幫你還是真的便秘 就突然不見 那時候就沒有獨立性 那你可能會試著想要自己還是把它搞出來 是可以 但如果當你的環境實在太複雜 這件事情就變成難度高的話 就會更少人可以做得到 那我們如果 可以讓公司環境去採用 Duck這個技術的話 就像我們剛剛第一功用 簡化部署流程 以後誰都可以做 那只要整理好一次 我們以後的部署 就是一個指令就完成 所以我們做到了什麼 我們讓前端的開發 不求人 因為有更高的獨立性 我覺得這樣是對一個 就是剛剛其中一個YouTube影片的重點 也是有這個概念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簡化整個部署流程 讓我們前端也能掌握 部署這一個事情 獨立 一個獨立工作的能力 再來我們看到第二個概念 第二個概念 最近前端越來越多有這種SBA的設計架構 Single Page Application 這我不確定 AZM 就是彼此一個獨立的頁面 一個獨立的頁面 獨立的頁面 然後我們透過Restful API的方式 跟後端溝通 這種設計模式更強調了前端的獨立性 那為了讓整個部署流程更簡化 讓我們可以更能掌握的話 我們就可以透過DAC 把他們包成一包一包一包 就算你有三個前端用程式 你也能非常簡單的 就三個指令把它下完 所以DAC在跟SPA的組合上面 是很適合的 他讓這整個獨立性更加的顯著 再來 我們看到第三個 當我們公司或者是 公司可能越來越壯大 或者是某個節日 我們需要有所謂的Scaling 增加我們的運算資源 來應付我們的流量 當我們有SPA的時候 如果我們有DAC 我們要進行規模化部署的話 就會非常的容易 最直覺的方式就是 你連續下十個DAC run 把它提起起來 或者用我們剛剛我們所提到的 Kubernetes KBIS 這項更進階的規模化部署方式 來進行 那這個前提的是什麼 前提是你要用DAC 把你的應用程式 包成一個程式部署包 這是第三個DAC 這是第三個DAC 再來我們往下看 再來我們往下看 React的JS就是使用NodeJS 假設過了兩年 NodeJS大根本 它從版本1 更新成為版本2 如果我們沒有DAC 我們平常會怎麼做 我們就是進到 進到我們的Server環境 Production環境 去把我們的NodeJS砍掉 然後在手中進行更新 最後呢 再把我們的程式部署上去 但如果整個 這整個過程其實有點危險 然後也需要人工做 就會有點風險 那如果我們可以利用 一樣 用DAC的話 我們可以做到的是 在我們DAC file 就是某種設定檔裡面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環境 跟程式寫在一起 整個就包成一包 當我們是從B1 換到B2的時候 我們要做的 就是把我們這個設定檔 從B1改成B2 那我們其他流程 都會一模一樣 指令也都不用改 我們達到了一個效果 這個效果就是 就是方便簡單效率 就是 你在概念上就是 覺得掌握度會高很多 因為你知道就是 設定檔做好了 那指令照下就上去 那這是第四點 關於環境更新上面 前端與DAC 或是容器化的連結 那以上這四點是 老師幫大家整理 DAC跟前端的主要觀點處 那我也在這邊停一下 這邊也算是一個小節 然後 再回答一下 那個問題的地方 這邊五個 DAC的安全性如何 DAC 嗯 怎麼講 本身它是 它本身安全性要看你怎麼設定 首先第一層 就是 我們剛剛提到DAC file DAC file裡面 我們會去看我們要用什麼環境 然後你的程式要怎麼安裝 那在這邊 你要怎麼 設定你的環境要怎麼擋 就是你裡面可能用Linux 或是其他的 作為系統 你要怎麼設定防火牆 那些的 裡面就是設定 但是安全程度 就根據你的設定 嚴謹程度 然後第二層 我們剛剛有提到Network 在DAC network裡面也有規範很多 你是要讓Content的互通嗎 還是你想讓Content 裡面的DAC世界跟你外面的主機互通 還是你想要對外開放 直接開放給全世界 這Network有根據你的設定的嚴謹程度 有不同的安全程度 所以這邊還是看大家設定的程度到哪邊 那蠻多地方可以調整 然後再加上一點就是 我們剛剛講的是DAC這個範手的 但如果大家用到了Kubernetes 這個規模化 控制工具的話 那就要再看你這個工具的安全性怎麼規範 可以一層一層一直往上看上去 再挑一個 五的這個 程式部署包跟資料庫部署包 是同Content了嗎 沒有這兩個概念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舉一下 我們剛剛講過 我們看一下這一個 我們剛剛講過的這個 程式部署包跟資料庫部署包 他們是一個部署包 一個image 他們是不是在同一個container 基本上不會 因為我們可以起一個container在這邊 可能起兩個三個四個 你這個container要放什麼部署包 就自己決定 所以他們沒有會在一個的必要 或者是要求 所以他們兩個是不同概念 我們是把一個部署包 放到某一個container裡面 然後概念就是這樣 至於你放什麼 有沒有放在一起 或者是你一個container放 對 就是你有沒有放在一起 或者是放到另外一個container 看一下 最近這些都還蠻相關的 看有沒有 三的這個 DarkHub 有 沒有 這個有 我們就用這個當做這個小節 最後的問題 DarkHub上面有SendOS之類的 有 有 我們實際的就找一次 SendOS 這就是DarkHub網站 我們搜尋SendOS 就馬上就看到 第一個就是一個 我們剛剛所謂的 程式部署包的概念 那我們用專業術語來講 就是一個DarkImage DarkImage 好 那我們就繼續往下走 然後 下一個 回到我們投影片 那我們這邊講完了 前端跟Dark之間的關係 主要有四個 那我們繼續往下走 再來我們就來demo 實際安裝Dark 讓大家重跑一次 所以我會把我的 Dark 先把它砍掉 我們放到垃圾桶 我們把它砍掉 我們把它砍掉 再來我們回到瀏覽器 到瀏覽器之後 我們到Google搜尋 我們打 Dark Download Toolbox Make OK 我時間夠了 應該還夠 我們先講一下 Dark安裝的概念 時間還夠 我這樣講比較完整 我們看到這個 我們知道我們的作業系統 主要有三個 Linux、Windows、Mac 所以我們現在首先看到 假設我們現在 人在一個 Linux作業系統上面 我們就在這上面去安裝 Dark Engine 然後呢 這個Dark Engine 會跟Linux裡面的一個程序溝通 這個程序叫做Linux Container Linux Container 去負責製造一個 容器的環境 而我們的Dark Engine 其實 是像一個Library 像一個工具一樣 我們藉由這個工具 來跟我們的Linux Container 溝通 而Linux Container 會幫我們去製作 一個一個的容器 獨立空間 讓我們使用 透過這個方式 我們就可以在Linux上面 使用Dark 所以小潔來說 在Linux要使用Dark 很簡單 就是安裝一個Dark Engine 就完成了 再來 但如果我們的 注意系統是Windows 或者是Mac OS 我們要想個辦法 連到這台Linux上面 再來使用這個Dark Engine 這個連上去的方式有兩種 首先第一種 我們會去安裝VirtualBox VirtualBox 是一個軟體 它可以提供我們一個 虛擬化技術 這邊用Virtualization來代表 有了VirtualBox 所提供的虛擬化技術之後 我們就可以在這個VirtualBox 上面去建造一個 Linux虛擬環境 這邊我再重複一遍 可能會有人對VirtualBox 比較不熟 所以我再重複一點 假設我們的位置 現在是在Windows跟Mac OS上面 我們會去安裝一個 叫做VirtualBox的軟體 這個軟體會提供給我們 虛擬化技術 有了虛擬化技術之後 我們就能在VirtualBox上面 去創造一個 虛擬的Linux 作業系統環境 透過這個方式 我們就一路連上去 一旦我們有了一個 虛擬的Linux環境 我們就能在裡面 安裝Docker Engine 就能開始使用 這是其中一條路 但對於現代很多更現代的 Windows跟Mac作業系統中 他們已經開始支援一個所謂的 Native 也就是原生就有的虛擬化技術 用白話文來講 就是這些作業系統 本身就有提供虛擬化技術 所以透過這個原生的虛擬化技術 我們也可以透過同樣的方式 在背後 建造一個 Linux 虛擬 主機 那一樣 就透過這個虛擬 Linux 主機 我們就能在裡面安裝Docker Engine 然後上去 那我這次要用示範的Docker安裝步驟 我要走左邊這條路 EARCH QBOX這條路 原因是因為 這邊其實還是比較新一點的 有些公園還是還沒支援 不過官方都是建議這邊 但老師試了一陣子 而且還是有些重要功能 還是舊的比較有功能 所以那我們現在就開始示範 我要在我的Mac OS上面 來灌一個 Docker Engine 我們回到我們瀏覽器 我們搜尋頁就打上 Docker Download 我要的用Toolbox這個方式 打上我的作業系統 連結這個 Install Docker Toolbox on Mac OS 開啟之後我們回到這個頁面 那我們往下滾 就滾到一個Toolbox Releases 開啟一個新分頁後 就會到這個地方 然後我就下載這個 PKQDocker Toolbox 之前我先下載好了 這個Docker Toolbox 我就直接點開安裝 打過 Continue Continue 按到底就可以了 好了之後我們按Continue Close 然後我到我的Application上面 應該就能看到我剛剛安裝的Docker 然後我們開啟這一個 Docker QuickStart Terminal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起始過程 如果我們看到這個 金魚的小金魚的圖示 就代表我們成功進去了 我們先按Clear這個指令 輕功一下眼 看一下我們Docker 應該是這個 我用Docker-version指令 就看到我們Docker-version 這樣就代表我們成功安裝了 這樣就代表我們成功安裝了 那我們現在做一個 我要進到下一個步驟 進去下一個步驟之前 我們再回答一些問題 老師 這個五個 其實老師這邊沒有slide 老師就是真的很強 老師本身真的很重視這個圖片 如果你們有截圖 截一下這個圖 其實就是 這整個直播的進化 這做了真的蠻久的 這幾個真的還蠻好的 大家可以自己 截圖 所以沒有slide 但slide也真的不是重點 重點是 那個架構圖 大家可以去 自己看要不要怎麼複製下來 然後看到下一個 請問Docker-环境下的 專案 資料是儲存在Docker-content裡面還是本集團 我該怎麼講 這個概念 要講話蠻深的 所以 他適合 我想要怎麼簡單的講 好 我們看到剛剛這一個 有同學問 有同學問 Docker裡面的資料會存在哪裡 它會存在這個Linux裡面 而我剛剛不是透過MacOS去安裝的那個Tourbox的方式這樣一路上去 Tourbox裡面會有某個地方在遙遠的深處 會有個Virtualbox的東西幫我騎一台Virtual的Linux 我們的資料會存在那一個虛擬主機Linux裡面 這個概念就比較深 如果要講的話就會很細很細 簡單來講 資料會存在哪裡 會存在這一個虛擬的Linux主機上面 不好意思喔 深尤老師那個Sidle畫面你可以幫我們放大一下嗎 因為學生說Sidle畫面有點小 字有點太小了 好 感謝 現在提醒 好 謝謝喔 那我們再挑一個 直接使用容器 這個問題不大清楚 如果你是問 直接使用容器 對這個 這個老師看不大清楚這個問題 可以試著重塑一下 往下看一個 DAC跟VM 沒有沒有沒有這種分別 我想一下 DAC只能在一種的沒有 就是DAC的第二大功能就是跨平台部署 所以DAC可以在 至少我剛剛講的三種 OS空 作業環境都可以使用 VM就本身就可以在不同的作業系統上面使用 所以 結論來講 兩個都可以在多種的OS環境使用 然後 那我們就繼續了 那我們現在 我剛剛就成功的安裝DAC 我現在就有DAC這個環境可以使用 我們現在 往下走 下一步 我們來實際的做一個 用DAC來部署一個React的專案 那個 那個 陳友老師大家稍後那個TOMIDO的字幕 字的大小 可能要再麻煩你放大一下 因為 也有學生說TOMIDO有點 字太小了 嗯 slido的嗎 不是是那個CMD CAMELA的 CAMELA 我現在來講 TOMIDO 有 CAMELA的 好,那我詢問一下各位同學,那現在通編樓現在這樣字幕大小有沒有剛好,如果剛好的話幫我一下加一 好,那再麻煩老師繼續講解囉,謝謝 好,感謝,感謝同學,讓我們這樣清楚一點,那我們現在要做的是用Duck來部署一個前端專案,react的專案 在這邊我有一個專案,這邊是Github專案,我要複製下來,裡面有寫好的程式碼,可以直接使用 然後開另外一個terminal 大家這邊分一下,我們後面這一個是我們的Duck環境期的terminal 這個是我Mac本地的terminal 然後我用git clone,把我的這個專案給下載下來,git clone,然後uil,enter 好了之後我按ls,看一下我拿到什麼東西 我要進去這個目錄裡面,cd進去 再打ls看一下還有什麼東西 裡面有三個專案 三個目錄 我要進到web,前端這個目錄裡面 cdweb 進去之後,ls,再看一下 的確這有我要的東西了 react裡面要的pack,gjson,sauce都有了 還有個ducker file 蠻clear先清空一下的版面 好了之後我們回到我們的 ls,先看一下,這是我們的東西 我們現在先做一次沒有ducker的狀況下,我們要經歷哪些流程 首先我是一個react的專案 所以我需要 去 擋住 我需要nome.js的官網去下載 這個環境 我是mac,所以我需要安裝這個,我就要去一個官網去把它切開下來 好了之後 之前有下載一模一樣的 好了之後我這個安裝檔,我就要整本地把它安裝起來 其實老師這邊之前有安裝過了,所以會比平常還快 把這個流程跑完 好了就把它關掉 那現在我應該就有一個 npm的環境 node.js的環境可以使用 那我下一步就打 npm install 把我的 去下載那個 這個react的專案所需要的library 下來 等一下我的react的專案才能使用 完成之後 我先clear進攻一下 再來我要啟動我的專案 我打npm start 這樣我就成功地部署完我的前端 專案 那這是我們沒有dark的狀況下所要進行的流程 接下來我示範 用dark的方式部署 適用改一些步驟 然後ctrl 時期先把它停掉 click的清掉 我們回到我們的dark terminal dark所建起來的terminal 然後我們要到同樣的檔案目錄底下 然後進到同一個專案底下 然後進到web這個目錄底下 然後ls 看一下我們有什麼檔案 這邊有個dark file 我現在要透過這個dark file 它就是一個設定檔的概念 現在幫大家連結一下我們剛剛所建立的一個概念 這個dark file 是一個設定檔 大家可以把它比你像一個工廠一樣 它可以幫我們建造出dark image 也就是我們的程式部署 抹回到我們dark terminal 打下dark的指令 dark build -t給它一個名稱 我要叫它myreact001 點我要找當下目錄的dark file Enter 步步执行 第一步骤 就是去下载我们的环境 node.js 可以先看一下 大家的问题 这边有个三个的 Windows和Mac 这同学应该是问Desktop for Windows 跟Desktop for Mac 这个安装方式会有什么功能不需要 比如说有一个 Dark VirtualBox 我可以自己建Dark Machine 就是概念就是什么 如果我走左边这条路 我可以建造很多个Dark Machine出来 也就是我可以创造一个Linux空间又创造另外一个 再创造另外一个 我可以在一个Mac的 本机中 创造多个Dark 创造多个Linux的环境出来 它在里面框了一层叫做Dark Machine 透过这个方式我就能在本季使作类似Dark Swamp 这种更 这种规模化部署的东西 这个让我可以碰到 比较深层一点的操作 这一点是很好的 另外第二点是 如果我是走Linux这个路线 我的指令 就是Linux里面的指令 但如果我是走原生的 Desktop for Windows 我的指令会是Windows本身的指令 它就没有那么互通,我就要用Windows自己的指令来操控 一些档案的操作啦,或是目录的进入跟出来 所以 这两点是我比较有感受一点 就是第一 VirtualBox可以让我很自由的去创造Dark Machine Dark Machine是什么 Dark Machine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的Linux 这个虚拟环境 第二个是 左边这条路线,VirtualBox的路线 我可以呢 ToolBox这条路线,我可以 直接使用Linux的指令来操作所有东西 我所谓的Linux指令就是 就是刚刚说的那些CD啊,LS啊 或是Touch这些东西 那我再往下一个档案,它也在跑 我们再往下面看 可以点 这个 请问能将host端的程式档案 印射到 印射到这句话 不太明白 印射到 Copy到吗?复制到 我猜测的是你要问的,这个同学要问的是 我还是不懂 如果你是在Dark打包的过程中要把档案放到以后的container中 就做得到 就打包的时候把它放进去 那如果你要把host的 假设你的 我取的图叫做host 假设你说你的container已经起起来了,image也放进去了 这个时候你要把外面的档案放进去 但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你里面可以出去跟外面 什么去下载东西 网路有开 你就下载的进去 就拿得进去了 因为只要你里面的出的来 或者去这样 就能拿到外界的东西 也不局限于 host上面的东西 假设你是在 这个过程 打包的这个过程中 你就可以直接把 host上面的档案 放到这包里面 还在跑 快好了 好,那我们好了 我们刚 一阵子复习一下 我们刚打的这个指令 DarkBuild 他就是把我们的设定档 打包、生意包、程式部署包 再来我们按下click 轻控一下 再来我们打上DarkImages 看我们现在本地有什么image image就是我们的程式部署包的概念 我们刚建立的myreact001 好了之后 一旦我们有这个程式部署包之后 未来的部署 就是一个指令 打上DarkRun 减低背景执行 减批PodMaping PodMaping等一下详细再讲一下 然后把我们的image名称 Copy 贴上 Enter 好了之后我们打上DarkContainer LS 看一下我们现在正在运行的容器 有哪些 可以看到我们这一个 容器ID在这边正在跑 他开放了一个3000port 那我现在要去连进 我里面起了那台虚拟主机 里面那台虚拟的Linux 主机 我要知道他的 Private IP 虚拟IP是多少 所以我透过这个指令 这个大家先不用 细不了解 我要透过这个指令 去知道我的 虚拟Linux 环境的 Private IP 拿到是这个 192.168.99.100 把它复制起来 然后我到浏览器 贴上这个IP 然后配上3000port 我们应该就能看到我们前端页面 那我们就成功的看到 所以透过这个方式我们演示的是 在未来我们要部署我们的前端部署 事实上我们就用这个指令就会完成 Duck Run 配上我们所需要的参数 那其他的指令是为了让大家了解 去查的 这边查image 这边查contain 这边查里面的IP 那以上这个是我们的示范 用Duck来部署REACT的专案 他这次演练的就是Duck的第一大功用 简化部署流程 那我们回到我们 我看这个 Duck底层是吃自己OS 对 这个是一个问题 那Duck跟里面的OS会不会有冲突 我用这个图来讲 我们在每个座位不同的座位系统上面 都可以安装Duck 而至于这两个之间怎么沟通 我们下载的安装档会帮我们解决 这就不是我们 开发者这边要在意的 提供这个安装档的人会帮我们把这两个地方连起来 连起来 连起来 对我们 我们的世界是在Duck Engine上面 纸巾就会互动 互动互动 再看一下 好像起 做DevOps的为何都用Ubuntu Ubuntu功能 比较完善 但是他也比较大薄一点 大概就是这样 还有人用SendOS 也有人用更来位一点 如果要很熟悉Duck的话 基本上不需要 你不需要去熟悉购语 Duck是用Ghost做的 没错 但是我们要用Duck 不用去了解购语 我看 老师今天规划的个程大概到这边 最后就是用一个前端的 专案来收尾 实际的这个示范收尾 那接下来应该会持续的回答问题 或者我们刚刚实作上有 想比较好 有疑惑的 就可以 往下 深入下去 看大家的问题 往哪边走 然后为什么Duck进呢 好像是后端进 对 对这个问题就是 刚刚透过四个点来帮大家 了解为什么前端跟Duck的观点到底在哪里 快速了 我确认一下 第一个就是 如果整个的部署流程是简化的 那前端就可以更独立 自己部署自己做 第二个是在SPA的方面就很强调独立性这件事情 如果能用Duck把这个整个部署的东西包起来 那整个就更独立了 自己完成整个部署 那一样SPA如果你需要应付高流量 你要规模化部署 包好的东西就特别简单 我们刚刚的Duck run 就连下几次就可以 或者我们用更高阶的 Cubernetes 的管理工具一次做完 最后如果是我们的环境更新 我们的简化部署流程就是会把环境跟程式包成一包 要改版本就是一个Duck file 一个设定档的数字改变 就可以上 那这四点是Duck跟前端的管理 谢谢 图片 经常要画蛮久的 但老师的兴趣真的是画图 如果那 对啊要存包啦 没那么厉害 他们其实有三个不同的空间 在这个就 Duck file那边就会很细 要讲20分钟 这个就 他们还是要重新部署 因为他们是不同的空间 继续往下 这刚刚讲过 为什么这个为什么我们Windows跟Mac要多那一步 什么要安装 要安装VirtualBox 要ToolBox 为什么 原因是因为 对 这个图 Duck 其实实际上只能跟Linux Duck实际上只能在Linux里面跑 他本来设计就是只能在Linux上面跑 而我们之所以可以在Mac 或者是Windows上面跑 是因为我们透过某种方式 去自己建了一个Linux虚拟环境出来 最后我们还是得依靠某个Linux环境来跑Duck engine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在这边 你上去就可以直接用 但你在这边 你要透过某种方式 搞出一台Linux确定主机 才能使用Duck engine 那这边讲个题外话 就是大家可以 不用太记住这一段 我们刚刚说Duck都是在Linux上面跑的 但是最近Windows 很努力在这一块 他们创造了一个在Windows上面 自己的Duck engine的那种感觉的地方 它是一个新的一个趋势 你就可以在Windows上面 直接 安装某种Duck engine来跑 那是另外一款 还没到很多人用所以 不过是一个趋势 这是另外一个概念 不过在我们这个地方的概念 一个结论就是 Duck engine 只能也是 本来就设计只能在Linux上面跑 而我们Mac OS或Windows 得透过某种方式 这一条或这一条 去 拿到虚拟化技术 创一个 自己里面的 虚拟Linux空间 才能使用Duck engine 这样好一开始就回答过了 这个老实说我没有看过使用 使用范例 Duck有没有在Android上面 手机上面跑 这边老实真的没有接触过 所以这个没办法回答 抱歉 所以目前都是用VM嘛 越来越少人用VM 越来越多人用容器的 方式部署 原因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我们这个消耗成本就是差太多了 VM还是 是有进步 但是还是很大 你真的起了一个虚拟的作业系统 只为了部署你的东西 那到这边就是一个容器 就是一个软体的容器 就可以 凑出来的一个独立空间 所以越来越多公司用容器 这个我不好评论 我对Drum不常用 我对Drum比较常用 所以我不太确定 哪一个比较常用 Curve的概念像GitHub 就不用特别这样比你 就不用特别这样比你 你就把它他们当做是一个 放DuckImage的网路空间就对 这边是放Git专案的网路空间就对 没差 你要从Mac开始 或是Windows开始都可以 Duck 在我印象中是没有证兆的 不过如果大家学完Duck要往后走 老师倒是可以 老师倒是有推荐的方向 主要有三个方向 第1个方向就是 去做Kubernetes 这个 什么叫去做Kubernetes Kubernetes就是 你在本地自己把Kubernetes架起来 这个难度就会很高 这是很复杂的一个工具 第2个呢就是 借由云端AWS的能力 来帮你做规模化容器部署 他的工具叫做AWS ECS 这个C 就是container 是容器 这个服务呢就是我们下一步可以往下看的 规模化容器部署 如果大家有兴趣 这是第2条路 AWS ECS 这条路 第3条路 可以往Google那边走 Google的云端服务叫GCP GCP的那个东西叫GK 这个K就是我们刚刚第1开始讲的 Kubernetes 他把我们管好了 所以你要用这个Kubernetes 在GCP上面 就会很快 很好上手 也可以做一个规模化部署 这个还蛮多人用的 只要跟Kubernetes可以 三上边的 近几年来 对于自己的 市场价值 是会蛮 大的提升 这是如果大家把大课搞熟了 未来可以往下走的路 就是 都是 课程开头就是每个单元都是由图片开头 因为 这个 这个其实比实柱的地方还花更多时间 所以大家刚刚说有没有实在 实在真的还不是重点的 大家可以 自己偷偷把图接下来 就是 最精华的 要谁会写Dogfile 必须要会Linux吗 如果你说严格上 Dogfile你要不要会 写Linux不用 但是你要让这个 写的有意义 那你要 要会Linux 给大家看一下Dogfile长什么样子 这真的蛮细的 我们刚刚不是透过了 我们就透过这个Dogfile做完我们的 部署 我们这里其实有个Dogfile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Dogfile 事实上长什么样 这是Dogfile的语法 这种你看到这个大写的 from vokdeer colby run colby run comment 这些大大的就是Dogfile的语法 你要懂这些 不用去懂Linux语法 像我们 往右边一看 这些什么CHMD 点 还有CD什么 这些都是Linux语法 所以 如果你要把 你要让你的Dogfile写出来有意义 你需要有懂一点基本的Linux语法 对 大家学到哪里 这真的是取决于你要学到哪里 比如来说 这个课程 200几分 等一下 现在的问题是Dogfile要学多久的问题 这个课程看完是 4个小时 这公司你要不要看完就是一个你的决定 刚有说前端要学Dogfile要学到最低限度到哪里 最低限度到 至少你Dogfile image content要懂 如果你真的要能很好的掌控 Dogfile本来就要会写 就是要会写 加上一点点Linux的资料 再来 随着你的规模越大 你的容器之间要沟通 容器对外面的主机要沟通 主机对 Internet要沟通 这边就要再去往下看 至于我们刚刚不是提到Dogfile的第三功用 这个建立干净测试环境 我们这个资料库 虽然我们刚刚是测完就丢,测完就丢 但如果你真的要把这个资料留下 你就要去懂Dogfile 怎么把你的资料留下 所以这个就留下来 或者是我们跟一个 进一步 如果你想要对资料库那边也用Dogfile的方式来管理部署的话 这边要了解 就要继续看下去 再来 Dogfile compose Dogfile 给大家迅速的看一下Dogfile compose长什么样子 它是一个全部把它包在一起的概念 你要不要学到这个地步 就看你的规模 这边我就快速做了 这个 Dogfile compose Yaml 档案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长什么样子 我们可以看到Service就是容器而已 对就是容器的意思 我这边有三个容器 一个 Db容器 一个 后端java容器 然后 再一个 react 容器 我在一个档案里面 开了三个容器一次开完 然后同时呢 Db容器里面 我去使用了Volume 因为我想把我的资料留下来 所以我这边还有Volume 那另外呢 我想要把我的后端容器跟我的Db容器沟通 所以我去使用了Networks 所以 这样的连结就代表我们的 专案已经到了一个规模了 我需要透过这个东西 Dogfile compose 帮我一次管理 不然 会掌控不了 至于你需要 这个地步嘛 就看你的状况 如果你这样一路再下去 然后这边就是很迟悟的 如果你这样一路走下去 走到这边大概是 两个小时半 读这个课程 但 不同的学习资源会不余 再往下走 其实我一直在讲的 规模化部署 三条路线 Kubernetes AWS ECS 然后Google Kubernetes 然后到这边 你也可以再往下走 比如说 就会有一些很特定的需求 假设是 我们看这个 我们看这个 我们还可以把Dogfile 我们刚刚说是从Dogfile建造image 但其实你也可以从container过来 或者 你不想要透过Dogfile 来传送你的image 那你还可以透过很多 什么叫Line 或其他方式传 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些打底的部分 你要再往外扩 就是可以扩到底 所以说Dogfile要花多久时间 就取决于你要到什么程度 最基本 大概 老师课程也要两个小时 Dogfile Dogfile的平均工资 这个 算不出来 但如果你说 Dogfile的平均薪资在哪里 这个比较有统计数据 对 等一下 卡住 我想开到那个课程 刚刚问Dogfile工程师的平均薪资是什么 这其实没有这个概念 因为Dogfile是一个 技术 常用Dogfile的有一个身份叫做DevOps DevOps就有一个平均薪资 这个是StackOverflow 在2018年统计 DevOps真的是排列第一 各个国家都是排列第一 这有没有钱 有了 USD 但我觉得我们比较没有概念 比较图上面来讲 DevOps是一个 串身中的 角色 DevOps有个概念可以跟大家分享 他就是 我们平常写程式不论前章后章 我们就是在程式开发 但我们程式开发 他会有基础建设嘛 在以前就是有一群IT人员来帮我们做这件事情 我们一起合作 但随着云端技术 IT人员可能就会越来越少 那谁来做 一样是要有人来做 就变成我们Dev 我们程式人员要去懂 一点Ops Appleation 部署的概念 也因为这样 IT人员慢慢不见了嘛 所以我们需要让部署 甚至起 甚至创建基础环境的东西 简化 容器 这项技术 容器化这项技术 就帮我们简化了很多东西 像刚刚提到的 第1样第3样 简化部署流程跟 建立干净测试环节 它就是一个简化 基础建设 部署的一个技术 而云端 像AWS GCP 也是一种 让我们可以在 网路上 让我们可以透过几下 滑鼠 左键点一点点点 我就可以起三台 虚拟机 我可以把DNS也架起来 所以为什么DevOps 越来越航 这还是有 这原因其实蛮明显的 因为IT人员不见了 那如果你能把这件事情 一个人扛起来 你自然就会 就会得到更多的价值 但就是 这是整个东西要过来 量 一定会 不少 看这个 DAC 先进到主器 对啊 这个就是 一定是可以用DAC file把它直接写完的 其实刚刚就跟我的 就是刚刚跟我的那个 形状部署了一下 我直接给大家看 这就是概念写 基本上就会一样 为什么 DAC file 直接我们开一下DAC file 我们不讲语法 我们讲做了什么 首先我去抓了一个环境 NodeJS环境 下载完之后 我要切到一个目录 切到这个目录之后 我要把我本机 就是外面的那一个 Package JSON copy一份到我的容器环境里面 copy好之后 我就开始用NPM install NPM install 就会去 查看我的Package JSON 要哪一些Library 把它下载一下 好了之后我再把我 本机的程式码 全部copy一份到我的容器的环境里面 这个没用到 效果 再来我要改 这个也没用到 这是 Compost 的时候才用的 那我现在有了什么 我现在有了程式码 也有了Library 那就好了 都准备好了 我就直接启动 NPM start 那这整个过程 环境啊 Library安装啊 程式码啊 就是全部在一个 设定档里面就做完了 所以像这个1234 就是可以用一个东西把它包起来 所以 如果你公司有这样跑 其实 可以试试看Dark 会还蛮好掌控的 然后 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这个Dark file 可以放到Github上面 做一个版本广告 这是非常好 我忘记我Udemy叫什么 Same吧 但我Udemy没什么课 对这个 但我只有一堂课 英文的 英文的 老师会有兴趣介绍 但是 老师下一步其实是会开一堂 AWS跟GCP的课 这一堂会跟HIGHSKILL这个平台合作 开云章课程 这可能会花上几个月的时间 所以K8S可能 会再往后盘 对啊 就说就是如果你是前端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把一些简单的部署 重要的技术学会 不然 真的会被后端 辅得一任一任的 他说不能不板 真的还是得信他 那就不 就不太好 最后一个 遇到流量爆炸 你就是需要 通常现在这个环境就是需要用云端环境 来把你的Scaling HA 一些给做 会不会爆炸 不会啊 就是有问题就是 学习的机会 其实蛮好的 蛮羡慕 大概那就是 好像回答完了 那我们今天 大概介绍 我也把我想讲的 真的讲完了 好 那今天也非常谢谢 盛优老师 介绍 其实 我也看到 老师非常用心在做 讲义上面的图片 真的很精华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 盛优老师 如果老师介绍不错的话 给老师一个鼓掌好吗 那我们这边 介绍方 拍手的方式就是 啪啪啪啪啪 对 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用 完全用图片来 征服了 Duck的说法 很精华 因为我自己在看我也觉得 很非常的牵线易动 因为对一个 其实我本身没有接触过Duck 那这我了解 我知道有Duck的东西 可是我一直搞不懂 这个容器 这个IMG到底干嘛 可是听听之后我觉得 已经有一个基础概念 所以我觉得 老师真的 非常用心在做图片 好 那这边呢 最后分享一下 好 就是我自己学的时候真的是看观光学 他的文件真的是 他不会把你把整个东西串起来 所以 怎么讲 我自己会把他虚构出一个 画面出来 就是把整个东西抽出来的 应该可以帮大家省一些时间 那今天是这样 好 今天是真的非常谢谢深游老师 那我最后呢 再提供一次 今天的连结给各位同学 那包含老师的 呃 问卷 折扣码的问卷 还有老师的YouTube跟课程连结 那折扣码的部分 老师你要不要稍微 介绍一下 对折扣码 那个 好好他们规定这种线下 就是 这种 这种形式的是三天 所以从今天开始算 好 那么 我们今天的大神来六角会议 就到今天结束了 到现在结束了 不好意思 那么 各位晚安 老师拜拜 拜拜